I am Polygroid and you are learning at Impolygroid channel. Enjoy and have a great time! 老師真的很倒楣。你對他那麼好。他的精神狀況比較特別。就不計較了吧。老師,你這陣子都沒有把心思。放在我們大家身上。你要好好補償我們。我對大家的關愛都是一樣的。真是。 只是沒想到。劉云香自己誤會老師的意思了。是不是?好。我們還要為孝慶的表演做準備。上次講那個天空屬於飛鳥。是後來決定改為天空。幹。媽的。畜生。幹。幹。 文亮。陳文亮,你別。不要打了,文亮。喂。你好了啦。你憑什麼這樣對劉云香啊?陳文亮,你好了啦。好了。好。 好。你憑什麼。你憑什麼當老師啊?好了。冷靜。媽的。憑什麼當老師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冷靜。冷靜。冷靜。你冷靜。文亮。文亮。文亮,你好了啦。文亮。不要打了啦。幹。鬧夠了沒有?警察先生,請問陳文亮在哪裡? 教官。老師。教官,老師。對不起,失禮了。是我們不會教。對不起。陳文亮這次毆打師長。把沈華老師打成這個樣子。這事情非同小可。教官,對不起。他還是小孩子。 不知道事情的。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你跟人家道歉了沒?我為什麼要道歉?快道歉。快道歉。快跟老師道歉。聽到沒有?對不起。什麼態度?再說一遍。我就說了嘛。 你給我安靜點。你給我安靜點。你們這些年輕人就是這個樣子。出了事情。就讓我們這些老骨頭來善後。你這樣子對得起你父親嗎?老師,對不起。都是我們的錯。 你的醫藥費。你的醫藥費那些我們會負責。都是我們把它寵壞了。那劉雲香呢?他的傷誰要負責啊?他犯錯耶。你在說什麼啊?對不起,老師。對不起,我們回去會好好。 好。沈老師。沈老師,我替我兒子跟你道歉。請你原諒他。我們家只有這個兒子而已。他不能被抓去關。沈老師。 老師。筆錄做好了。不然今天就先回去吧。老師,對不起,失禮了。 老師,對不起,失禮了。教官,失禮了,對不起。我回去會好好教訓他。對不起。阿爸很沒用對不對。 阿亮。阿亮,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沒有能力像你爺爺那麼厲害。但是。你自己也要懂得巴結一點。不然長大了以後。會像阿爸一樣沒用。明天翠華孝慶。還請委員務必閃光。 是。是。這是翠華的榮幸。好。沒問題。是。這是翠華的榮幸。好。沒問題。那謝謝立委。怎麼樣了?已經做了筆錄。 看著。 尚未決定成楚。 趁家是地方上的人物。也不用做太絕。之後。 就和解了事吧 都去了警察局 也算是给他们个教训了 白教官 这阵子真的谢谢你 应该的 只要我们催化保持好 良好的纪律和秩序 那么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 自然就不会发生 白教官说的是 辛苦你了 早一点回去休息吧 你这还不赶紧谢谢白教官 谢谢白教官 校长,我先走了 好,慢走 白国锋他这个人啊 还活在三十年前 时代不一样了 这才是未来 以后 你的舞台可不只是一个小小的翠华 白国锋一定不能理解我们要做的 也许啊 也该是他退休的时候了 跟不上时代的人 就只能等着被淘汰 儿子 你要跟上时代 还是要被时代吞噬 爸 您需要我做什么 就直说吧 方学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还好吧 要不要我扶你去保健室啊 教官好 你们两个在这边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报告教官 我们来海老师的教材 那刚刚声音这么大声又是在干什么 魏仲庭 说 报告教官 我刚刚跌倒不小心撞到桌子 我们只是来海老师的教具而已 方学姐 方学姐 你说对吧 方瑞欣 方瑞欣 我不是方瑞欣 你不是方瑞欣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 方学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 学姐 你还好吗 要不要我扶你啊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教官好 你们两个在这边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报告教官 我们来海教材 那刚刚那么大声是在干什么 魏仲庭 说 报告教官 我刚刚跌倒撞到桌子 我们只是来海老师的教具而已 方学姐 你说对吧 方瑞欣 方瑞欣 对 那还不赶快去上课 谢谢教官 来 学姐 方学姐 你要去保健室吗 学姐 你确定吗 学弟 你先回去好了 好 那我先走了 上课了 起立 不用了 课本收起来 今天要考小考 不要以为老师忘记了 老师 可不可以不要了 考小考哦 快点 课本收起来 不要考了 不要临时抱佛脚了 再看一下了 再看一下了 快点 不要拖拖拉拉的 等一下 收起来 都拿到了 都拿到了吗 连自己是谁都忘了 你是谁又有什么区别 方学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 学姐 你还好吗 你要不要我扶你 起立 不用 课本收起来 今天要小考 不要以为老师忘记了 快点 老师 不要了 瑞欣 不要东张西忘了 怎么 连你也忘了要小考啊 方学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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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都还没跟你道谢 道谢 白狗风啊 学姐 我载你回家 走 学姐 你之前在 翠华文翠 上的那篇文章 我真的很喜欢 希望有一天 我也可以跟你一样 是吗 真的 写得太好了 学姐 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跟你 请教吗 关于写作 大概可以吧 那我们前菜就干贝 走卤笋 立芬 这里泪眼不错 吃泪眼好吗 我要一份香草鸡排 谢谢 好的 我也一样 好的 酒先上 好 还装什么 什么意思 你以为我想跟你出来啊 要不是我爸逼我 我也不想见你 上次居然还放我鸽子 你以为你是谁 很好玩吗 很好玩 很开心 把我当白痴耍 很开心 你看你自己伤成这个样子 应该也很开心吧 知道你也是被你爸逼的 我很开心 我最讨厌生在这种家庭了 从小到大 被我爸逼着去见各种戴着假面具的人 累都累死了 所以当我爸安排这个饭局的时候 我就想 该不会又是那种 虚情假意 没有个性的大小姐吧 客人 你的红酒 我来就好 谢谢 好 我在这里跟你道歉 你生我气 代表你没有戴着面具 从现在开始 我们 是一国的 谁跟你一国啊 你给我记着 这笔账 我会跟你要回来的 请让我慢慢孩 学姐 到了 谢谢 不客气 明天见 瑞欣 准备吃饭了 瑞欣啊 多吃一点 有你最爱的白菜卤啊 为什么不吃呢 这不是你最喜欢的吗 我每天在外面辛辛苦苦 不是为你们母女俩啊 那不然你说啊 你这么晚要去哪里 你这么晚要去哪里 现在我出去外面工作 要跟你报告就是了 方道琴 你听不懂啊 我问你要去哪里啊 我说了我要去工作 你说啊 你说啊 你为什么不说 放手 放手 你说啊 你放手 你现在给我听清楚 你不要弄得老子哪一天不高兴了 你们母女俩上街要饭去吧 瑞欣 我在你爸的裤带里找到这个 来 你帮我看 这写的什么 可是这是 爸 我知道 你就看上面写什么 你跟我说 我就是看不懂 我要是看得懂 我需要一直问你吗 就 一些工作上的事 说爸最近表现很好 就这样 就这样 瑞欣 过几天有空 你再陪妈去庙里一趟 玉佩呢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陈黄爷 我到底是谁 瑞欣 你看一下 这写的什么 挂占公事的大幕 公事的幕洗重重 时来运转 一切魔望具有成 他的意思是 一切只要小心计划 就能魔望有成 小心计划 担与区匪匪 人人有责 发现不法 立即告发 妈 你不是 瑞欣 我们去派出所 妈 你在反抗些什么 不管重来几次 你天真的以为 能改变什么吗 能改变什么吗 云香 你在里面吗 你怎么还换制服 都弄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要去上课吗 是你们 把刘云香 逼到这个地步的 你只是把云香 当作你的工具 你真的有关心过他吗 你在胡说什么啊 妈妈 你不是云香 妈妈 你怎么这样子对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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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云香 云香 对不起 妈妈对不起你 云香 对不起 这句话现在才说 太晚了 刘云香 云香 妈妈对不起你 刘云香 云香 刘云香 云香 对不起 云香 对不起 刘妈妈 刘妈妈 怎么了 怎么了 刘云香呢 把云香还给我 把云香还给我 云香不见了 把我的女儿还给我 云香 妈妈对不起你 云香 检举匪谍 人人有责 发现不法 立即告发 瑞鑫 走 我们去派出所 请问要找谁 方道琴在吗 方道琴 长官 有什么事吗 方道琴是你吧 带走 长官 是不是误会啊 长官 不要动 你干了什么好事啊 你 你干了什么好事啊 没事的 去被问一下就回来了 没事的 去被问一下就回来了 没事的 爸 妈 小心 来帮忙啦 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小心 来 这边坐啦 来 小心 小心 阿亮 你又干嘛了 来 这边坐 不是我 是方瑞鑫 方瑞鑫 你在乱说什么方瑞鑫啊 我没乱说好不好 韩翠楼的事情就是他弄的 爷爷的符咒就是要镇住他不是吗 现在他回来了 附身在刘云香的身上 不知道会对刘云香做出什么事情 这是什么情况 云香 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了 拜托你 拜托你 拜托你帮帮我们云香 我拜托你 拜托你帮帮云香 您坐一下 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啦 没事了 没事了 阿亮 方瑞鑫的事情不应该由你来插手的 爸 你认识他对不对 之前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不要那么鸡婆 那个不关我们的事 什么不关我们的事 他是我的朋友 他也来过我们家吃饭 你还跟他说 有事情都可以来找陈皇爷 现在他出事了你又不管 我不知道啦 我只记得那时候 学校有很多人都被抓走 有老师也有学生 听说后来大部分的人都死了 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也没有人知道 是有人在谣传 方瑞鑫跟其中一个老师谈恋爱 后来他就自杀了 你卫叔叔也是那时候被人抓走的 卫叔叔 阿亮 方瑞鑫会自杀 怨念一定很深 你去会很危险的 就是因为危险我才要去啊 你们先帮我照顾刘妈妈 我去找刘云香回来 好啦 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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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一点 卫叔叔 卫叔叔 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为什么你会被关 为什么方瑞鑫会自杀 我什么 卫叔 你跟我说好不好 拜托你们不要打我 拜托你们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我没有 我没有要 拜托不要打我 不要 我是阿亮 卫叔叔 阿亮 你刚刚 刚刚吓到我了 对不起 卫叔叔 你跟方瑞鑫很熟对不对 方学姐 为什么问这个 她是自杀的对不对 她现在附身在我同学身上 这么多年 怨念很深一直不肯走 她现在回来一定有目的 有没有什么遗憾 还是 会不会有留恋什么东西你知道的 你要跟我说啊 学姐的鬼魂 一直都没有走 我出来的时候 本来想找她 不过 当年她就从学校跳楼自杀了 或许 她是想复仇吧 你跟我去学校 去学校 如果她要复仇的话 她一定会去学校 卫叔叔 你跟她那么好 你一定可以帮到我的 感化她还是什么的 我知道方瑞鑫对你来说很重要 刘云香 我同学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卫叔叔 你一定要帮我 如果我们现在不去救她的话 就来不及了 她会回不来的 卫叔叔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你可以 你可以的 你不要来找我 我没有什么用 我拜托你 你可以帮我的 我没有什么用 你不去 我自己去 今天的台湾 在讲总统的英明领导下 各项建设图飞猛进 不仅是亚洲最坚强的反共堡垒 也是亚洲最安定富足的地方 你是在害怕什么 不用害怕 我们正朝着三民主义模范省的目标 大步迈进 来 民生安和乐利 社会进步繁荣 到处充满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 来 我们现在来吃饭 拿好哦 你在看什么 吃饭啊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全家人 平安地在这里吃饭 人回来就好 人现在在这里 这样就好了 意志是人生活力的源泉 没有意志的人 不仅事业不会成就 而且精神也会寂寞而空虚 一切是要有动力的 而人生的动力就是意志 忠心的意志 远大的目标 是青年人生命上有力的 护卫或保障 它能使青年人避免种种试探 与引诱 方瑞欣 上课不认真 你在写什么 继续念 早上好 老师早 你们好 老师早 同学 你怎么了 老师 对不起 我没事 我待会就去上课了 你如果身体不舒服 老师可以去帮你请假 你是三中的吧 我去跟英老师说一声 你先休息 瑞欣 瑞欣 你最近成绩退步很多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跟老师说知道吗 请进 报告 方同学 你好 我们之前见过 你记得吗 你们英老师都跟我说了 他很担心你 希望看看我有什么 可以帮忙的地方 在辅导教室不用这么拘谨 你先请坐 如果不想讲话也没关系 想做什么都行 我听说你很喜欢阅读 碰巧我这边有一些书 你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有兴趣的 方同学 你应该相信你自己的 你握笔如枪 你的文字可以带你离开这里 去到更宽广的世界 现在的环境只是一时的 终有夜静天明的时候 以后周六下午你都可以来到这里 找本书看 或者什么都不做 来 我的推荐 忘了跟你正式介绍一下 我叫张明辉 辅导老师 我叫张明辉